1.每天都要聊前男友作者,于妖前女友回来了,天天都在聊玉娇英整天作妖,绯闻黑料多到令人发指,昨天地下车库积稳被拍,今天一次跟土豪酒店过夜,明天温泉山庄与不明男士共度凉宵, 偏偏和瑞集团的总裁风筝像被下降头一样,即便被甩一次,也仍对他痴心不改,被人问及原因,风筝脸没垂眸,壮丝深情,没办法,爱都爱错,玉娇英看到此花边新闻,心头一梗,气惊,全世界都以为风筝被戴了绿帽子,还一顶接一顶,然后有一天,技术第八出所有照片里的男人,都是风筝一个人,新闻案内容的23章,开始进入U高亮双箭头, 男女主三年前因为一些不可抗因素,分开双总裁,女主超会寥老司机,趁交也见过,上天入地的折腾,男主闷骚毒舌,表面正经实则手段流氓,女主不是什么好人,男主也不是良善之辈,这是一个成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,爽视极调,二,被拐卖之后的日子作者, 物须与联谊从来没想过,自己会遭遇这个世界上最灰暗的事情拐卖,八个月后,她重获新生,面对众多异样的眼光,她备受折磨,直到她出现在她的世界里,给她带来一道曙光,一一,嫁给我好吗?不,她配不上她,女主成长型,及时经历过最可怕的事,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,前面会有点虐,男主是女主的就熟, 所以后面会好的,三,我找到你了作者,潮幸被好兄弟,问到将来究竟是何许人也,苏舍只是会默如深地打倒,她欠了我东西,到底欠了什么?苏舍怅然若失地叹了一口气,她欠我一顿饭,某日,将来走进办公室后,转身关门,白大褂刚刚脱下,就被男人抵在了门后,她还没反应过来,手里的衣服已经被她扔到了一边,我终于找到你了,对于苏舍而言,将来是她的失而复得, 有的才有将来,拔山涉水,只为她而来